程绍商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 当留守儿童 书审狼子野心 意图将程绍商养成废人 为了活命 程绍商只能扮作不学无术的样子 以为等到父母归来 就可以享受到母爱 但是多年的疏离终究成为两人的隔阂 加上程绍商大大咧咧的性格 严厉管教孩子的程母愈发不喜欢她了 程母觉得女孩子应该是冰雪聪明温柔大方的 但她不知道的是程绍商本来的性子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经历了人情冷暖的她 深知不暴露自己 才能在这乱世之中活下去 但面对严厉的成母 程绍商不敢袒露真实想法 所以即使得不到家人的喜欢 她也没有办法 程绍商在偶然的机会中 结识皇帝养子林不宜 林不宜四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 内心却背负着血海深仇 阿富士害他满门抄斩的凶手 每每午夜梦回 他都痛不欲生 支撑他活下来的只有复仇 身上没有一点烟火气 此时程绍商的出现 恰好拯救了他 一个是从小缺爱的姑娘 一个是绅士坎坷的少年 两人互相刺痛 也互相救赎 经历一次次的生死 不仅是朋友 更是家人 林不宜一次次的将程绍商 从家庭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化身宠妻狂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